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伴随着制程工艺的迭代和技术的进步,行动领域晶片的竞争来到了新的阶段。 月前,三星推出全球首款2奈米手机晶片Exynos 2600,相比Exynos 2500在CPU、GPU、AI等核心效能上均有显著提升,并已开始量产。 计划搭载于明年2月推出的新款旗舰机Galaxy S26上。 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智慧型手机处理器市场份额数据显示,联发科、高通、苹果位居前三名,三星位居第四。 从目前的终端占比来看,联发科主打中低阶市场,高通以中高阶为主,而三星的晶片则更多的是被三星手机采购,并且更多的是在韩国本土销售。 作为行业少有的,拥有自研晶片能力的手机厂商,三星虽然在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高居第一,但旗舰机型则是采购的高通处理器。 自家的Exynos更多的是在韩国市场的部分机型上搭载。 因此,对比联发科、高通、三星的存在感要弱一些。 这一次,借着新旗舰晶片的发表,三星则要打响自研晶片的反击战。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Exynos 2600基于三星电子2nm GAA制程, 搭载10核CPU基于RMV9.3架构,无传统小核,效能提升39%。 Sclaves 960GPU运算效能达到前代的两倍,光线追踪效能提升,最高达50%。 AI能力方面,三星Exynos 2600基层高效能NPU,相较上一代Exynos 2500, AI算力提升达113%,可运行更庞大、更多样的设备端AI模型。 同时,三星还计划在影像系统中引入ISPAI演算法, 以优化影像识别、降噪与色彩还原。 针对过往产品中的发热问题,这一次,三星Exynos 2600也进行了优化, 首次采用热路阻断器HPB技术,旨在优化散热路径,降低热阻, 以维持高效能下的稳定输出。 根据Geekbench曝光的跑分成绩, 三星Exynos 2600单核得分,最高3455分, 多核得分达到11621分, 这一成绩大致相当于高通去年发表的骁龙八支尊版旗舰晶片。 据悉,在明年2月发表的三星Galaxy S26系列部分版本中, 将会搭载Exynos 2600晶片, 但基于产能以及效能等多方面考虑, 依旧是只在标准版、Plus版上搭载, 并且是在韩国等部分市场。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海外市场,尤其是Ultra版本, 三星旗舰仍是搭载高通处理器。 不过,市场也有消息称, 此次2奈米晶片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伴随着产能的提升, 三星计划在2027年在Galaxy S27 Ultra上 搭载自研的2奈米Exynos晶片。 根据此前的数据显示, 联发科连续5年位居全球智慧型手机SoC市场份额第一, 每10台手机中就有约4台搭载联发科晶片。 而在中高阶手机中则是高通晶片占据上风, 苹果则借助iPhone在全球的热销高居全球第三。 不过,这一次三星实现了领先, 虽然效能上并没能做到顶尖, 但是全球首款2奈米手机晶片的名头先抢走了。 同时,全球手机市场仍处于动态调整器, 但高阶市场未受到影响, 仍在稳步增长中。 三星2奈米晶片的量产不仅是一次炫技, 更是为了抢先一步追求更高的利润。 根据多方消息显示, 高通、联发科以及苹果的2奈米晶片也在路上, 将于明年正式发表。 此前,已有市场报道称, 联发科采用台积电工艺完成2奈米晶片流片, 预计2026年底推向市场。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 三星Exynos 2600是通过三星自营的晶圆厂制造。 2奈米的率先量产, 如若良率和产能跟得上, 将成为一块活招牌, 在某种程度上挑战台积电的地位, 抢夺更多的订单。 目前, 无论是苹果, 还是高通和联发科, 都倾向于找台积电代工, 后者也占据了超一半的晶圆代工市场。 不过, 基于外部环境加上成本等多方面的原因, 台积电将在未来涨价。 报道指出, 自2026年1月起, 台积电将针对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将执行连续4年的涨价计划, 报价平均涨幅约3%至5%。 还有消息指出, 台积电2奈米晶圆价格比前几代提高了50%, 对于高通、联发科以及苹果来说, 价格的上涨自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AI时代爆发的更多需求, 让主动权掌握在台积电的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 高通们也在寻找B计划。 据报道, 三星已向高通提供基于2奈米GAA制程的 骁龙8 Elite Gen5样片进行评估。 此前, 三星还拿到了特斯拉的大单, 达成165亿美元晶片代工协议, 生产特斯拉的下一代AI6晶片。 据了解, AI6晶片预计将在2027年量产, 采用三星的2奈米先进制程工艺。 有分析师表示, 特斯拉之所以选择三星, 除了代工能力之外, 价格上也较台积电更有优势。 作为仅次于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厂, 三星有着第二的头衔, 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却很大。 第三季度, 台积电的施占率高达71%, 三星仅有6.8%。 过去, 三星也多次尝试寻找高阶客户, 但更多的订单还是被台积电打走。 当前, 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且面临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问题。 此次, Exynos 2600的推出, 将会成为三星在晶圆代工市场的一次关键变量。 只要能证明其工艺精力以及良率产能跟得上, 后续自然会签约更多的订单。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二奈米制程的良率已经提升到11月的50%至60%, 目标是在年底或2026年初将生产良率提高到70%左右。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也预测, 三星的二奈米产能将增加163%, 从2024年的月产8000片晶圆增加到2026年底的21000片晶圆。 如果真如其计划一样, 三星在良率和产能上持续改善, 借助二奈米的先进工艺有很大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与台积电之间的差距。 不仅如此, 一直处于亏损中的代工业务, 也将迎来扭亏为盈的转机。 总体来看, 此次领先高通和联发科率先量产二奈米, 将让三星在终端市场强占先机。 更为关键的是, 在台积电涨价以及市场需求量上升的背景下, 三星二奈米晶片的量产加上成本上的优势, 或将进一步提升三星在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 挑战台积电的霸主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